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大 是 不是 小绿豆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老大 这里都是祸水 你跟他在一起迟早会倒霉的 你住嘴 你凭什么可以嫁妇做妃为 老大 我这是为你好 不用了 你最近把我给烦死了 你知不知道 我把你给烦死了 我 我 我 小绿豆 再说 你要去哪里 你再给我乱动的话 小心我宰了你 不动 不动 什么 现在才想不起我 小红姑娘 真是对不起了 我扶你到前面去 走 走 咱们关掉 你们别走啊 那我怎么办啊 全部都跑光了 我一个人在这里 好无聊呀 不是我说 咱们来这儿有好几天了 这帮着我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跟他还在私手对策呢 这么说 我反倒比他还心情了 就跟他整日 跟那些小牛泡呆一块 饮酒作乐 哪有像要就他父亲的样子吧 那倒是 从天的小绿豆成天根子 我就看着不是你 这倒好 现在要多了个施小红 居然在这种结果而上 看起红质来 这帮助咱们 帮事日下 不堪文问哪 咱们草帮这里全都赔金了 硬壮实 这些你先收着啊 王爷 就是 只身在外 多些营量 多些胆势 只要你好好听本王的 事成之后 本王再重重的赏 多谢王爷 敬壮实 这外面的风声如何 那刚烈仍然按兵不动 也不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 会叫的狗不咬人 咬人的狗不叫 他们越是没声没气的 我们就要越加防范 王爷高见 我看刚烈那个小子 根本就是雷声大鱼点小 不敢把王爷怎么样 我再到各分舵主那挑拨离间一下 彻底的从根部着手 把他给挖翻 好 妙啊 妙妙妙妙妙妙妙 好 好 好 哈哈 齐齐齐齐齐 哈哈 晓晓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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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篇万言书啊 来 这 老大 请问啥 就差一点 我这会儿啊 再把它给润了 我就交给秦公公 让他面臣万岁爷 上书有个屁用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此言差语 当然有用了 万岁爷 那是千古难寻的明君啊 他一定是茶纳养年啊 肯定有用 但愿如此 对 不管怎么说 小贾 我还是要谢谢你 甭谢了 咱都自己人嘛 我这万言书啊 说真的呢 一来是为了救令尊大人 二来嘛 要是万岁爷 看了这万言书 龙心大悦 说不定 又让我官复原皮呢 这有权有势了 有什么事会不方便的 就算要是你找一官半职 那也没问题呀 这甲青天 不愧是两榜近士出身 文才蛮好的 嗯 不错 万岁爷 甲青天 现在只是 顺天府的行名师爷 这实在是有点儿 埋摹人才 是不是万岁爷 是 是 师爷 好个师爷 师爷不但不是官 连利都算不上 只能算是一介庶民 按本朝体制 庶民如何能直接上证上书啊 大悲 这万言书 是不是你偷偷夹带进宫的啊 是不是 是 那不是 我的爷 老太不晓得 大胆假倾听 反正急 把他官入天牢 请点 进去 说真格的 我什么事也没做啊 你把我官进来干什么呢 甲青天 是 甲大人 幸好你没干什么 如果你要真干什么 此刻可能那脑袋都不保喽 那我说甲大人 这下可好了 咱俩关在一块儿成邻居了 我说甲师爷 这一回你又闯了什么祸啊 哎 我看啊 八成是那篇万言书呗 什么万言书 给万事爷上的那篇万言书啊 我说甲师爷 你是热心过了头你不知情终吗 你有什么资格为老夫去上万言书啊 我是听了您被关进大牢 我替您着急啊 我才上着万言书啊 再怎么说啊 虽然是您是怕我死碎 可以救过我一命呢 我这人呢是恩怨分明 我为了救你 我不惜冒犯天言呢 算了不算了 你的好意老夫心里 不过你别忘了 我是刑部的大厂 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顺天府的私隐 哎 你看你看 你又来了吧 哎 我说您都进大牢了 还摆什么臭关架子 真是 您真是真是得好好检讨检讨 满朝文武却让你得罪光来 怪不得您儿子不喜欢您 家青天 我刚正为官 知法守法 不畏强权 不欺弱小 耿耿此心是伪天可表 现在把我关起来 那是大清的不信 行了呗 大人 信跟不信咱不知道 可这会儿啊 您给关在这儿 它是您的不信呗 哥 你们先下去 咋 哥 哥 贾师爷被关进大牢里了 你知不知道 知道啊 有什么稀奇 阿彌方针头 哥 你不要这样 都是无缘无缘 我快急死了 不, 你要叫我 一挂处像是嘲笑那样哭哭跳 就行了 不是了, 先前是钢大人被关进大牢裡 这会儿又是假师爷进去了 这万岁爷他摆明了 就是要逼我嫁给他嘛 你如果知道就好, 所以再怎麼急也沒有用 我怎麼能不急呢? 這兩個人是因為我才受到牽連的 這萬歲爺爺也是人 他現在等你吃醋 所以他聽說出爺爺給我 他出交, 我就給他聽交 我又出交給他 我們現在正在鬥 等這個一鬥完之後, 什麼事都沒了 我...我還等你們鬥 鬥到什麼時候?我等不急了 我就回去找萬歲爺爺 小鴻, 但是你要做什麼? 你別把書籤搞砸了 萬歲爺, 小紅姑娘在外頭好著 請她進來 渣 那梅莲詩哮 you see you your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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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邦老大, 你不會笨到這種地步 曹邦老大可以讓我自有自在, 浪跡天涯 這萬歲做不到 我不願意被關在籠子裡 小紅姑娘回來了 人呢? 智偉, 企圖都憋著嘴 在屋子裡不知道要幹甚麼呢? 叫麻糬嫁到, 不理他 趙大人剛才的分析 那剛烈下一步必然有所行動 不錯, 雖然他外頭看起來是毫無動靜 他一定是暗地裡正在進行的 如何搶救他老子 張雅, 現在的提勞主事是誰? 滿漢各一 賀倫河李重道 李重道? 這個人我見過, 應該好好拜訪他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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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叫贺人来见证 大人 二位 不知施大人找我有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 小事 小事 对对对 小事一件 我们施大人呢 我们施大人准备了一瓶上等的白杆 想跟你喝喝聊聊 二位 这我没听错吧 你们施大人准备了上等的白杆要请我喝 真是难得 第二个 喝上个够本不可 没错 那个够本 二位请带路 提劳主事赫伦 叩见万岁 习客 谢万岁 朕问你 最近可有人向你打碟 要入狱探亲 这 不得以瞒 却有一人跟微臣接头 微臣至今一直不敢应他 此人可是曹邦帮主 刚烈 聖上名察求好, 真是他 此人可曾與你定下相約之旗 就在今晚, 大鐵頭客棧內 大人, 大人, 等一下 怎麼了 大人, 明天五百上就是您的標誌 走起路來還是一波又一波的 誰能知道你是施大人 有了 不會, 大人 又怎麼了 大人, 你心都慌了 怎麼走起路來還是一波一波的 這波還真不習慣 這波還真不習慣 別死大人, 別小心點 沒事, 真是不習慣 不習慣 我說啊, 我們喝了這麼久了 你們施大人一片上口的白乾 怎麼還沒拿出來 您還要喝啊 乾脆, 咱們回頓天府再喝 老大, 提勞主師, 李仲道來了 快請他進來 有請 大人, 請 有請 這位是咱的曹幫鋼老大 見過鋼老大 祖師大人, 請坐 見 不知鋼老大有何指教 明人不說暗話 我想進天牢看我爹 天牢是何等地方 只能說去就去 萬事拜託 老大, 提勞主師, 賀鸞也到了 快請 有請 我先告辭了 大人, 你們倆不是同僚嗎 正因為如此才有諸多的不便 告辭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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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不到再此見面吧 萬萬想不到 是啊 萬萬想不到, 師大人也在這 師大人 我是說萬萬想不到 是啊 大人 兩位大人 請坐 坐 大人請 請坐 兩位大人 不曉得誰的官比較大 他大 相信我 沒有人比他更大 聽說滿漢同居一職以滿人為大 那你們倆究竟誰比較大 同居一職 賀鸞大人是正提勞 我是父提勞 當然是賀鸞大人大 是 是 是啊 李大人 這就對了 我們賀鸞大人 一向就是太謙虛了 有的時候 禮貌太周到 讓人覺得不自在 賀鸞大人 我剛剛已經跟李大人說過 想進天牢 看我的 這是要孝敬李大人的啊 不不 我可還沒收啊 我知道了 李大人的意思是嫌少啊 還嫌少呀 沒關係 銀子多了 我在哪啊 好 大老婆 跟我進去 你來幹什麼 你幹什麼 嘘 還敢收會啊你啊 我哪敢哪 他一向請用桌上擺啊 戴了 好 先給他 他比較大 好 這 這還不夠嗎 還不夠 你 你還不再給啊 你們這些張官啊 平日魚肉相鳴 貪污收賄 我早就看不順眼了 老子今天有求於你們 你們 你們居然這樣敲詐我 好 你看我不教訓你們倆 好身手 不愧為戀家子啊 你們也不摸著良心想想 桌上這些還不夠呢 要多少才能滿足你們的黑心呢 好 趕緊 你誤會了 這銀子呢 是他要收會 我呢 只是一文不要 哦 我知道了 享受 又不敢收 真是所謂的 關子兩個口啊 什麼一個口兩個口的 來來坐坐坐 坐 不過是在試試看你夠不夠慷慨 放心 你交代的事情 我們一定替你辦好 錯不了 真的 當然是真的 賀倫大人說了就算 我是聽他的 如此看來我真是得罪了 二位大人羞得見怪 殿家 上酒 上班來 不了 我們還有事先走一步 誰想說走 今天誰要走 就是誰不給咱們剛老大面子 我就跟誰拼了 幹嗎 你想強留人哪 這 好了 不管怎樣 這是我你們的心意 你們就收下吧 以後交個朋友 既然是剛老大的心意 那我們再不收的話 他還以為我不管他這個忙呢 那就收下吧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你先收下吧 既然你要我收下 那我就公親不如從命了 對 我都收了 何仁大人快收下吧 好 爽快 既然大家都收下 來 我們喝酒 乾杯 我們今天不醉不休 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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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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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去 一邊去 我和他是什麼樣的交情啊 對不對啊 兩位大爺 您慢走啊 小心點 世文 大清的官吏 我真有人收紅包啊 這不是啊 在任何一朝都在所難民啊 不行 只要是正在位一天 就不許任何官吏 收紅包 不好意思 你忘了 你也收了 有嗎 在哪兒 在哪兒 在這兒呢 來 在這裡 這當皇帝的收紅包啊 我看自古以來 就 官司為您是第一人啊 沒錯, 官司為您是第一人啊 沒錯, 官司為您 自古以來當皇帝啊 您是第一人, 第一人啊 你這個長官啊 果然不是個好東西 好久沒有像今天喝的這麼痛快 好 喝了有點累了 有點累了 我說世文 咱們君臣 好久沒有這樣打火了啊 是啊 你可還記得 咱們一塊賣過燒餅的那段日子啊 聽說是沒有情緩繞 無法有人愛他呀 你可還記得 咱們一塊賣過燒餅的那段日子啊 嗯 常在夢裡夢到啊 官司爺, 官司爺, 您差點忘了 你為了法人才做燒餅 還差點充軍北大荒呢 那是一段多麼逍遙自由的日子啊 對不對啊 不堪回首啊 朕還記得當年 朕帶著大卑到江寧去 碰到一大堆奇怪的事兒 結果 我倒讓朕碰到了你這個不出事的能成啊 對 還讓賈千天關了幾次的牢 吃了幾天的牢 對, 對, 對 關了幾天的牢 吃了幾天的牢 吃了幾天的牢 對, 對, 對 吃了幾天的牢 關司爺 你怎麼突然燙起氣來了 世倫 你若是還懷念那段日子 便該了解正此刻的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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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不能不做皇上 做皇上就要有所欺身 可是皇上也是人 人有七情六欲 可是朕 却得眼睜睜地看着朕喜欢的人 嫁给曹房老大 你叫朕 岂可一看 干什么 没有老大允许 闲人不得出入 闲人 我还辣人呢 走 走 小八年 我快走吧 小吕豆 你的心地那么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会报答你的 现在不要说这些了 你赶快先走 你还愣在那干吗 曹帮人来了 你都走不掉了 我走了 你怎么办 天涯茫茫 到处是我家 你别管我了 我也要走了 小吕豆 虽然你生性漂泊 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何不先跟我回王府躲一躲 好不好 走 别想那么多了 走 听过是没有情困扰 无法有人爱他 好 爹 爹 雷儿 你怎么进来的 我贿赂体劳祖师 他放我进来的 体劳的混蛋 如果我出去非砍了他不可 人家一片好心 放我进来你还要砍人家 就 爹 你究竟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会被关进来呢 天为难测 爹也不明白是到底犯了什么错 只知道 十四轮在暗中调查爹 爹就给关进来 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丽儿 不是爹小看的 是到如今 没有人能救得了爹的 丽儿 别难过 今儿个 是爹这一辈子 心心最高兴的一天 爹 我知道 你这么地关心爹 爹就算死了 也会笑了 爹 孩儿脾气放松 常跟你吵架 可是我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我只是 爹 你是为了你娘的死 才怪我 可是丽儿 你娘 你何尝只 爹不惜痛苦 这些年来 爹没有一天不想你娘 如果那一天 能够阻止你娘 喝下那药命的腹水 多是爹的错 你娘 你娘 爹为了求而心情 她到处地求神问我 吃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好 我说看老大 你怎么来了 我刚才幽会儿幽会儿的 好像听见 您爷俩在说话的 刚大人说什么 她想要个儿子 然后就要你娘 去抓些乱七八糟的药来吃 吃了之后就生了个儿子 那 那不正好啊 就是你啊 贾师爷 你好什么好 不懂的 你少乱插嘴 我们父子谈话干你什么事啊 滚一边去 把耳朵给我捂起来 不准听啊 捂起来 捂起来 丽儿 董事街的错 你怪我怨吗 你是罪的 是我害死你 是我害死你娘的 爹 你不要这么想 孩儿并不怨你 丽儿 这些年 你都不回家 跑去草包贵婚 都是爹逼你的 犯过头了 爹还要骂你 怪你 爹真不是人 真不是人 是我不好的 孩儿生性浪淡 让你承天为我担心 我书林儿 回家来好不好 爹 我在外头 也经常想家 经常想的 其实 不是 我只是想争点出息 给您看看 来关到我们刚家的门内 你还明白 只是苦了你 吻不能吻 吻不能吻 这只好 这曹邦 也不算有什么出息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曹邦贡献可是很大的 再怎么 他也只是一个帮会嘛 再说 就算 你当了帮会的帮主 他又能怎么样 其实行李 爹觉得更没面子 那我三番两次跟你解释曹邦 你为什么老是听不进去呢 你不要跟我说 那什么鬼吵吗 好不好 老头 你真的很顽固 哎 你才是个杠子头啊 为什么总是不听爹说呢 哎 两位两位 我说 柯大爷 干嘛 你已经耳朵扑得住不住了 你们说的全听见了 哎呀我说你们爷俩 才说两句话呢 怎么就吵起来了呢 你不要情困扰 无法有人爱他呀 我说 我说贾师爷 你听见了最好 你看看他那个猜的 哎 你有没有看过这么完兵不灵的人呢 这 你 哈哈哈哈 行了行了 亲爱的 我说句公道话 刚才 说声音乐 钢大人是你的不对 我怎么不对了 看 你怎么能说咱钢老大是不能文又不能武呢 钢老大可是文武全才呀 咱曹邦哪个不服他的 哎呀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他 他一个人在外头混来混去 我不放心 到现在 还没给他找个门当户队的好人家 好 姐 姐 您担心得太多了吧 我 我明白了 您是想给他找门好媳妇是吧 行 凭他那样呢 谁不愿意嫁给他 你想 小龙眼界最高的了 你也是一个这样的喜欢他 哎 姐 姐 哎 杨大人 这您还摇头啊 我说您这眼界也得太高了吧 小鹏你都看不上 出身格的 我打心眼里 我也喜欢他 我说 蒋师爷 你也喜欢他 好吧 我不跟你们在这瞎扯了 爹 你好好保重 我先走了 大人啊 刚老大 刚老大 怎么就走了 你喜欢我啊 你也不瞧瞧你这副德性 你也配啊 刚老大 刚老大 你这块是 我说刚老大人 我没什么意思 我说我喜欢你儿子 我不是秦宫你那种喜欢 我是那种 那种纯的 纯纯的喜欢 贾秦天他喜欢我女儿 他长得是其貌不扬 脏头鼠目 个儿又没我女儿高 这这差太远了 我说刚老大人 你老盯着我瞧什么呀 你老盯着我瞧什么呀 我没说得了 我再去歇会儿 不自死活 到了这节呼吟 那还能睡得着 全世界的一拆 但是我看着他 盯着我 走 一瞧 快走 走 感谢观看